造成健忘呢 我们也来看看 短期记忆认为是 储藏在大脑中的海马体 作用就像是在电脑中的 动态随存记忆体 在日常生活里 绝大多数新的记忆或知识 都会在这里先形成 停留数小时到两三天 记忆是以经常性 而不是以重要性为优先印象 所以要增强记忆力 就要避免海马体受到破坏 例如压力 发炎物质 高血糖 高一导素 毒素等等 好 所以吴医师 不是因为我们老了 是环境的关系 对不对 这个占了很大的因素 因为我们都太忙了 事情 年纪越多 事情就越多 所以这个短期记忆 当然常常会搞混 像肃清就是 我曾经还忘记了 把那个煮个水饺 把那个煮个开水 把锅子给烧了这样 所以你是刚刚的最后一个 好 那健忘的原因 到底有哪些呢 我们来看看会不会是 跟我们生活周遭的一些东西 是有相关的 好 那我们先来看看 上班族健忘原因多 第一个 摄入了过多的金属 好 这些金属会不会在 不知不觉的情况下 吃到我们肚子里面 好 第二个 没有注意保养牙齿 跟牙齿有关系 还有止痛药 失眠药 可能吃太多 另外呢 感觉到心情不好 情绪的问题 或是熬夜 打酷 甚至走路拖着脚走 都有关系 听起来很奇怪 我先请教吴教授 摄入过多的金属 我们也没有吃到什么金属 为什么我们可能会吃到金属 我们平常要碰到这些金属 或者有害的金属 不管是轻金属 还是重金属 机会其实是蛮多的 所以是我们锅子的问题 锅子是其中一个问题 像是锅子里面会有含铝 那这个铝这个东西 就会造成比如说脑部的 这个一边的这个影响 这个影响甚至被怀疑说 是跟我们所谓的老人痴呆 或健忘症是有关系的 另外小孩子 小孩子喜欢吃这些面包 什么之类的 或者是大人喜欢早餐吃油条 这里面有时候也会加了一些 我们所说的这个泡打粉 就是让它蓬松剂 这里面也会有铝 过去我们在新闻上 大家都曾经看过的 那吃面包也会这样子 如果他用的是含铝的那种泡打粉 就是所谓的这个蓬松剂 所以会造成这种现象 其实铝的这个来源满多的 包括大家很喜欢吃的这个 餐食里面的海蛇皮也会 海蛇皮也会有 对 米粉或者是粉条里面 过去也被发现有加这个铝的问题 米粉跟粉条 对 还有夜市里面 比如像有人在煮那种乌龙面 或是说你煮面 像因为通常夜市里面 它生意很好 所以它器具都要选那种比较轻的 所以你常常发现 就是都会用那种很铝的 去煮那种乌龙面 是不是有一种像煮锅烧面 然后这样银色 然后这边有个把手那一种 对 对 都要小心 我家也有一个 有人也会拿那个去煮那种所谓的稀饭 什么之类的 广东粥 对 那种可能会含鱼 也会含鱼 所以要特别注意 可能会导致健忘 另外真的很不可思议 为什么爆米花也有 爆米花是因为这个爆米花 制作的这机器里面 它里面有金属的成分 金属的溶解点 有时候就会用到一些寒铅的物质 这些寒铅的物质 在爆米花制作过程当中 因为高热 然后里面又有一些油脂 这个时候容易就把这个铅就带出来 带到我们爆米花本身的这种产品上面 小朋友很喜欢吃爆米花 所以不能吃太多 要不然会伤到自己的记忆力 对 但是小孩子真正 自己炸 自己弄 对 小孩子真正碰到铅最大的问题 实际上是在家里面的家具 油漆的成分 油漆的成分常常会有很高的铅的含量 另外就是小孩子所用的玩具 玩具里面也很容易有高的铅的含量 所以小孩子花育过程当中受铅的影响 其实是蛮大的 铅笔 铅笔不是 铅笔基本上它完全没有铅 铅笔完全没有铅 完全没有铅 对 为什么叫铅笔 铅笔完全没有铅 铅笔 铅笔那个有铅 那个是被误解掉的 要不然就是外面的油漆 它的一边一边一边铅 如果是铅笔外面的 那有涂漆的是会有 有可能会有 但是铅笔的铅笔心是没有铅的 另外我看到皮蛋 皮蛋大家也知道有含铅 还有油炸物 就是说像咸酥鸡的话 都可能会有重金属 对 因为我们炸的这个鸡 或者是我们炸的这些海产 其实它本身都有一些金属的成分 但是万一说你这油重复在使用的时候 这金属的成分就容易在留在里面 那原来它的金属没有这么多的 这比如说是鸡或者是虾 或者是我们要去炸的东西 反而把存在油里面那些重的这个金属 不好的金属带到 你本身没有这么多重金属的这个 被炸的这个物质上面来了 所以各位家长 你的小朋友成绩不好 你怪他说记忆力不好 很可能是因为 你用了这些东西给他吃 所以呢